拥有46年历史的香港珍宝海鲜坊日前宣布离港,不料却在启航前往柬埔寨途中意外翻覆。 珍宝海鲜坊不仅是全球最大的海上餐厅,也是香港知名地标之一,时神,无见到二等电影都曾在那里取景。 时神导演李莉持发文表达不舍,难过写下,充满精力,非常可惜。永远再见,只剩回忆。 据悉,珍宝海鲜坊18日航行到南中国海西沙群岛附近水域时遭风浪袭击,导致船身清测进水,最终沉入海中。 船体沉没处水深超过1000米,打捞工程非常困难。